眼前的这名女子名叫陈倩文 她告诉我们 20天前 她突然收到来自丈夫信用卡的酒店消费短信 她也问过丈夫 但丈夫一直躲躲闪闪 不肯回答 这让陈倩文很是怀疑 不过丈夫一直是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的 没有道理去酒店开房 那么这张信用卡是丈夫所用 还是另有他人 陈倩文告诉我们 当她发现信用卡在酒店消费后 就曾跟丈夫沟通过 但是丈夫说是因为自己的胃疼 才刷的信用卡 这才让自己产生了怀疑 自己的丈夫明明是在酒店开房消费 为什么要说谎是医院拿药呢 陈倩文决定去酒店一探究竟 当得知陈倩文的来意后 酒店的工作人员找出了当天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但令人惊讶的是 消费信用卡的人并非陈倩文的丈夫 而是一位陌生女子 通过信用卡消费清单可以看到 这位女子名叫王兰 为何王兰会有刘倩文丈夫的信用卡呢 她又为何知道信用卡的密码呢 王兰和陈倩文的丈夫 谭兵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陈倩文回忆说 几年前在丈夫的手机上 曾经看到过王兰的照片 而且还和丈夫有着暧昧的短信 她很怀疑这一次的酒店消费 就是她丈夫和王兰开房消费的 为了彻查丈夫和王兰的关系 陈倩文决定去丈夫的KTV卧底服务员 那你这次去她的KTV里面 坐卧底的时候 多了多少天 我是10号进去入职的 11号上班的 然后坐到25号我就没上班了 就坐服务员吗 25号坐完了 对 我26号就没去了 25号 那她那个女孩子也是你们的服务员吗 对 也是一样 坐服务员 对 是这些女的 看上去蛮年轻啊 嗯 她说她860的吧 嗯 她打的倒是蛮 蛮时尚啊 这种都是黄头发 都是红头发打的 这些三张都是她的 对 三个都是她的相片 她跟你老公还是勾勾搭搭 嗯 勾搭搭搭 还当着我的命 在那里给我老公 呃呃呃 拿那个特命叫 您那个背上的飞禽啊 什么毛毛之类的嘛 那个西装上面 就在里面面秀恩爱 对秀恩爱 然后我好想脱了鞋 砸她一队 但是我想一下 没必要 我砸赏了她们 我老公呃呃呃呃 又要拧着我 又又不给我分手 不给我离非 嗯 那我还要 我我养他干嘛的 15天后 我们再次和卧底后的 陈倩文沟通得知 自己的丈夫 已经跟王楠开始交往了 这让陈倩文一气之下 砸坏了丈夫的汽车 跟丈夫彻底闹翻了脸 丈夫为了挽回陈倩文 决定痛改前妃 并写下了一份背叛书 虽然丈夫写下了背叛书 但是陈倩文还是不愿意相信丈夫 他决定和丈夫好好地谈一次 谈兵看到妻子的到来很是反感 快速地离开的KTV 在外面跟妻子谈论 陈倩文在一旁 一直埋怨着丈夫 丈夫说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给他 但是后面一直没给 他怀疑是这是王楠的原因 谈兵说他已经和王楠分手了 而且还因为妻子动手打了王楠 但是妻子说他前一天下午 还跟王楠在一起 他跟妻子已经结婚七年 生下两个孩子 但是每当自己想创业的时候 都要给妻子打欠条 到目前为止 已经写下了三张欠条 多年以前 谈兵根本感受不到 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 所以才一直恨妻子 陈倩文说 以前丈夫经常对自己使用暴力 但是自己还是坚守了下来 但是丈夫现在当着他的面 跟别的女的恩恩爱爱 这让他接受不了 他不想再和丈夫继续过下去 面对陈倩文的指责 谈兵站在一旁 也不做过多的解释 难道他真的没跟王楠分手吗 也不愿意带自己的妻子 去出租屋 证明自己的清白 难道谈兵会为了王楠 而放弃这个家庭吗 陈倩文说 丈夫婚后一直是游手好闲 每次都做基本都做不满一年就不干了 让丈夫写欠条 也是希望丈夫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因为王楠让自己对丈夫彻底地放弃了 丈夫到现在一口咬定 自己已经和王楠断绝关系了 但是陈倩文一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 她决定找到王楠当面对质 眼前这位打扮时髦的女人就是王楠 见到陈倩文的到来 她不愿意过多地解释 静止走向KTV 她明明知道谭兵是结过婚的人 为什么还要插足其中呢 当陈倩文和王楠马上要动手的时候 谭兵出现了并保护着王楠 一把把妻子推到一边 谭兵的行为明确地表示了 她还没有和王楠断绝关系 她既然背叛了家庭 那么接下来谭兵有什么打算呢 陈倩文眼看自己的丈夫一直护着王楠 她就要求谭兵支付30万的赔偿 并和丈夫离婚 可谭兵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偿还 为了可以平静地谈下去 我们将谭兵拉到一旁进行沟通 谭兵对我们说 她跟王楠在05年就认识了 但是一直没见过面 而在两个月前她妻子大吵一顿 还前往了民政局想要离婚 但是因为还是才一岁 所以没有离婚 之后就来到长沙和王楠走在了一起 对于这段感情 谭兵已经是没有感觉了 就在这时陈倩文的母亲打来了电话 并对女婿的行为感到气愤 并开口指责谭兵 对于岳母指责谭兵 非但没有一丝悔改 还对岳母说起了脏话 最后谭兵把车钥匙给了妻子 让妻子先行离开 眼前的这辆红色轿车 就是谭兵三年购买的 当时陈倩文还为谭兵垫付了45000块钱 他不愿意让自己花钱买的车 去载着别的女人 所以暂时把车暂时扣留在自己的手中 之后谭兵在电话里告诉我们 他愿意支付妻子15万元 然后拿回轿车 并和妻子结束这段感情 陈倩文也不愿意 再和这个背叛自己的男人过下去 他决定和谭兵当面把这事情解决了 虽然在电话中谭兵说愿意支付15万元 但是见了面后谭兵又开始反悔了 他表示现在才工作了两个月 自己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补偿 最终谭兵表示 以他目前的经济能力 只能先给妻子3万块钱 并写下一张4万块钱的欠条 并在一年之内归还妻子 双方协议离婚 虽然一旁陈倩文不是很愿意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 双方经过协商 决定第二天回到老家办理已婚手续 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也答应了丈夫的要求 第二天 陈倩文到车站后 发现谭兵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陈倩文拨通了谭兵的电话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回去的吗 我在车站等你啊 等了半天了你不来 那你去哪了 你到底回不回去啊 你不是说回去离婚吗 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吗 你不是说回去 回去两家人坐在一起谈吗 这件事情闹得这个样子了 你不把事情搞清楚 你挂什么电话 你这是亲来的啊 你感性酸的了 你想不 你想办了吗 随时 你怎么搞的 我自己怎么搞的 那你搞后面来 那要离婚嘛 要两个人倒产嘛 那我自己离啊 电话中 谭兵表示自己 没有能力支付妻子补偿 家里人也不愿意给予支持 面对这个男人的出而反而 我们感到很是无奈 看到丈夫这种不守信用 陈建文决定去找律师 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么 如果你担心 在你们的这个离婚的过程之中 一方有转移 或者隐匿财产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我们可以采取诉讼保全 财产保全的这样一种手段 如果我们在离婚的过程中发现了 一方有转移或者隐匿 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说是 这种行为的话 我们也可以申请法院 要求对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不分或者少分 律师表示 谭彬在这场事件中 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婚姻法 可以通过法律程序 向谭彬提出赔偿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七年的相伴与相守 因为彼此之前都不会经营自己的婚姻 双方也没有想到去解决化解 这才让这场婚姻走向了尽头